收看的是三立财经台 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陈苏贤 我是薛林泰 在今天台股行情的变化里头 最后收盘行情就要出炉了 不过量缩了 顶爱兄 在今天的话 除了耶旦效应 常在效应之前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大步调整的问题 这个问题 明天会是关键 但是量缩之后 只剩下五百多亿元 你怎么看 台股投资人士是很辛苦的 我们也讲真的 一下子要看外资的脸色 然后呢 一下这个 恭候 讲好这个大户条款 现在又有变数了 那每次都是这样 绕着大家这个头昏脑脏 不过我们今天 我们我简单来说 如果这个明天 这个大户条款 又为止要磕税的话 当然这个市场上会比较麻烦 那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 不如大家预期的话呢 那什么股票比较容易涨 今天已经有些股票涨上来了 麻烦给我们看一下一些涨停板 那个表 涨停板 一堆涨停板 你看核心 那需要前一段时间跌成怎么样 都是电子股啊 都是一些电子股 这个很久没看到F安瑞了 就在昨天还没有这个变数的时候 你看到的都是什么 都是传产 这个我讲过了 如果这个大户条款能够 就是冻结三年 那大户会回来 大户会回来的话呢 昨天的涨停板像13004的啊 看一下 这是标准的业内主力的股票 你看日K线 今天还在小涨啦 看一下日K线你看 这个是真的大户调管的概念股 好我们跟大家讲1447的 有没有 这个再看一下1447的 这个 这个也是 都是大户条款的概念股 比较正统的 那如果有天的变数之外呢 今天因为天的变数 就刚才一堆那个 这个妖魔鬼怪 小电子就涨上来了 这个我讲过 这个我讲过 那如果大户条款 如果能够顺利 这个延长三年的话呢 全场会变成 盘面上真正的主流 如果能够搭配金融 那更好 所以这里面是 比较我涨 不过有些电子股 大家还是要小心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他最近利多 平平的2308的台达电 你看 这个2308的台达电 你看这个今天又中错了 这个涨一天 全部又中错了 星象 23293的星象 这个好像昨天有点反弹 今天又下来了 那么不是说 这个外资调高到 190、180的 这个6223的旺席 你看那看日K线就好了 头部出来了 头部出来了 还有呢 这个昨天又反弹 一天的3533的 3533 这都是之前最热门的 3533的 这个加折 加折 这个也都是怪怪的 怪怪的 那生计股大家要小心 因为美国NBI生计指数 那么这个已经大幅回撤了 大幅大跌了 昨天是反弹 跌升反弹 那待会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容 那其实 实际上这就告诉我们 头部出来了 就是说 这里很有趣 那到底有去到什么程度 明天就知道了 明天就很麻烦 明天就很麻烦 所以今天量也没有 外资又圣诞节了 所以一些反反复复的情况 就在这边发生 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讲 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法 再来看一张比较3406的 3406的 我们来看3406的这个股票 那么看一下 3406的 余金光你看日K线 再把它缩小一点 缩小 余金光从底部那个涨上来 刚好涨四成 大概涨四成 那回档130块附近回档到100 跌破100块 你不能说到没有回档 然后你再把它放到1304的 改1304的 1304你看这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很有趣 如果真正的主流 是在这个大副条款确定 冻结三年的话 1304的那涨不完了 有一种说法说 在市场上有一种说法说 万一真的 所以这个是有点矛盾 大副条款如果真的冻结 三年之后 叫做利多出境 利多出境就是要跌嘛 不是吗 对不对 那么如果没有冻结三年 维持原样的话 那是要利空出境还是利多出境 还是利空才刚开始 这个很有趣哦 大家想一想 明天就是一种重要的决战时间点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政策 政府等等之类的 能够让这个散户比较好过 让大家比较好过 没有啊我确实是确实 这个很愉快做就给它摸坑好了 这个都是这样 我讲一个真的 你看我们再来看中国大陆股市 让我们看一下上震 上震跌了两三天 今天又开始弹上来了 又弹上来 盘中涨了2.5% 现在稍微震荡一下 它又回到3000点了 外资非常看好这一个市场 上震指数非常看好这个市场 那么它也是正常的回档 你把它稍微浓缩一下 这个技术图表 就稍微回档一下 涨那么多回档一下合理了 不过大家注意到上震今天涨的话 那么创业板指数 今天就不怎么样了 创业板指数让我们看一下 创业板指数 创业板指数 你不要看那一段跌下来 跌下来那一段的创业板指数 是跌到一层 所以它还有一个右肩 如果这个是空头 它还有一个右肩上去 还有一个右肩上去 那么会不会 因为它是悄悄板 因为这个这事实上很明显 很明显就是现在集中在这个 所谓的上震指数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电子跟非电子 所以如果明天大幅调款 真的如大家预期 能够冻结三年的话 那你手上有电子股更要小心了 那如果没有办法 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冻结三年 照原样的话 那麻烦就大了 麻烦就大了 反正你因为你不可能买一些 没有量的那个小型股的电子股 所以这个就麻烦比较大了 我们希望明天一切都能够解决 好关于这个指数的话 今天是没什么成交量啦 那麻烦这个苏钱跟我们报告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收盘的部分的话 是下跌了27点 收在9158点 倒是量真的剩下553亿元 那么除了这个加量上的关系 跟变化之外 我们准备要先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现场 除了指数方向性之外的话 有没有聚焦好的买盘重点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华信投顾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 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 策略选股 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 专业诚信 负责支付专线 022392 3988 台北国际精品展 欧美精品限量来台 12月26到29 就在云山珍宴馆 在八秒就下雨咯 你喜欢它 没有啊 GT智慧生活 这里可以吃吗 马上申办 一起探索GT4G 幸福永远找一步 搭配GT4G Samsung Galaxy Note 4 只要2490 掉色 毛躁 脆弱 头发染后出问题 你需要专业的 染发修护方程式 Doctor's Formula 横彩固色 喜润修护系列 Doctor's Formula 来自长庚专业团队 染发第一步 从染前头皮隔离液开始 金植白尾 马年峰顶 丁潮老师的精彩讲座来咯 12月28号礼拜天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北 报名专线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在纽翠莱自由农场 我们深入微小植物 发掘强大的力量 植物营养素 有机栽培 孕育健康作物 保留珍贵的植物营养素 制作成纽翠莱综合营养片 让植物的力量 照顾全家人的健康 全球销售第一 安利纽翠莱 好 欢迎再度回到台股新攻略 在刚刚掌握的重点是 量缩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怎么做选股呢 好 我跟大家讲 现在国际股市也是很重要 因为新的一年又来到了 新的一年又来到了 当然这里面 就是如果我刚才说过 大附条款如果如雨期冻结三年的话 你会赚翻了 你不要有什么利多出境 不要听人家讲 那个电子是利空才开始 那有些传产 那个十几块的同班股 会飙翻天 像今天的农民 那都有一点 一点feel上来 还是有人愿意赌 那个冻结三年的好处 你看那个农民 今天都上来了 农民嘛以前 这个我们二十几年前 在做的时候 我以前写过一本书 过几天拿出来 给大家晾一晾 真的写了一本书 就是根据农民跟原房写的 当初在业内主力派 那里面 操盘室里面做的时候 根据最夯的股票 对 那时候最恐惧 就是那些传产股 那这个光景仿佛又来了 你从这几天的什么 这个亚聚 台聚 那么粒粒 粒棚 你慢慢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还有什么冬年中迁的 以前我们都是这样一路做上来的 以前 现在远东西 因为结构大转变了 古本太大 不然以前原房台火 那个都很活泼的 好 到这边 新的一年啊 还是希望你啊 每天跟着我们一样一起做功课 老师邀请你来一起做功课 希望你能先加入我的粉丝专业 那么我的粉丝专业里面 每天早上大概一大早 我就把它泼上去了啦 你虽然不像我们的客户一样 很完整的 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做那么多时间给大家看 我们说实在的 但是全世界的概况 你都知道一大半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市场上是比谁啊 最早领先这个资讯的 比谁最早领先这个资讯的 这个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这两个礼拜以来 我跟大家讲的 讲的这个传产股啊 你看看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这两个礼拜来 你看看 是不是 这个叫玉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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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这一段时间它是这样子 这段时间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一个时间点 跟大家讲 开始要做非电子骨 它是这样 它是最具代表性的 大家喜欢做的 当然也包括加折啦 什么这个 3293的这个星象等的 都变成这样的架构了 可是这一段时间啊 同学们讲 这段时间 这个是这样子的 有没有看到 同一个时间哦 那个玉金光的高点啊 就是这一个的低点 你看看 台句 有没有看到 都是哦 不只它 东连中迁 都一样哦 都一样哦 你看东连中迁 你看 都是这一段时间 长上来的 有没有看到 哦 1447的这个 粒粒粒棚啊 是不是 是不是 这边都这样长上来的 你把刚才那个图形 跟这个玉金光 做个比较的话 你就知道说 我并没有乱讲 我并没有乱讲 所以也是在两个多礼拜 我们在在Facebook 就跟大家提到说 同志朋友 看空电子 做多非电子 看空电子 是不是看空电子 玉金光 是不是看空电子 看空电子 做多非电子 你看一下 是不是 做多非电子 台句 刚好那是玉金光 这是台句 这是台句 这来回的差别 就好像我刚才跟苏贤 聊天说 这个要 要有很明确的判断力 这要明确 你还没听懂 我们再看一次 3406的玉金光 当时我两个多 这就是两个多礼拜之前 我跟大家讲说 这是玉金光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大家都在同样的 在底部8500点的指数 涨上来 它有涨到 有 它也是涨三成四成而已 它后来跌成这样 两个礼拜之前 我跟大家讲说 做空电子 做多非电子 你看这 是不是 开始做多非电子 这是台句 这是台句 所以我讲说 谁能够领先大盘 你要能够掌握 这个最快的资讯的话 一大早 我两个礼拜之前 我就在我的 连同志人都会来问我说 就在脸上问我说 这个电子股是不好吗 为什么 答案已经慢慢出来了 那这一段时间 就是开始要反映 真正的所谓 这个大户条款的 冻结三年的问题 这里面 这个就在明天 希望老天有眼 老天能够开开眼 那么你事实上 如果大户条款 还是要这样实施的话 台北股市 你看今天就剩500多月成交 500多月的成交量 如果再这样搞下去的话 明年就是400亿500亿了 所有的资讯 已经全部跑到对岸去了 大家都跑到对岸去的话 对不对 我们说实在的 钱你也收不到 你也磕不到税 钱你也磕不到税 然后资金又跑掉 台币又贬值 资金又跑掉 这个就叫做公平正义 这样知道的意思吗 这个就叫做公平正义 这个很诡异的 我相信同志们 你应该听得懂 你像四五百亿大户没来 你扣不到他的钱 你扣不到他的钱 就没做了 就扣不到他的钱 对不对 然后呢 害一些证券公司的这些营业员 这个找投入 然后呢 股市大家没信心 大家赔了一堆 这个叫做公平正义 这个很诡异的 我希望明天 这个情况能够改变 那当然如果你要知道 国外的一些相关金融商 像最近啊 油价反反复复 一下好一下坏 等等之类的 影响国际股市的观念啊 我每天早上都写的 还算是不错 好 既然是这样的 我们就来看看 昨天的美国股市 只有半天的行情 昨天美国股市 只有半天的行情 那这半天的行情 我们来看看美国股市 它涨了什么 什么事实上 昨天急沙尾盘 因为油价又大跌的关系 那道琼也是一万八了 我还是那一句话 这种东西不可能每天去 明年三月份 大概五月份 都有几个重要关卡 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 投资朋友 你要习惯上我的脸书看看 那当然我们的客户就不用 我们在软体上 这些都有嘛 写得很清楚 那么口光指数率 来到十四点三 又回到安全区了 又回到安全区了 油价一天大涨一天大跌的 现在都是在做很重要的关键 那美元来到九十了 注意哦 美元来到九十 所以新台币最近一直在贬 注意听 美元大涨新台币就是一点 这是相对论嘛 那新台币贬值的话呢 如果我们大户调侃 还是这样搞下去的话呢 那外资就不会来吧 该来干嘛 来乱的 对岸那是全世界最大的交易量 对 都中国去就好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生计股两天跌7% 昨天反弹 所以利用反弹要记得 把台银股市的生计股卖一卖 最主要是这个叫道琼水资源指数 已经在创历史新高了 你看我们这一套工具里面 在这一块都非常完整 就是说国际金融商品 从油价黄金汇率啊 等等都非常的完整 就要叫你看到美元指数 涨上来欧元啊 欧元1.2%破的话 这就是极端了 这对欧股也不好 日元的125%的话也不好 所以就看这个 这个就是现在国际股市 这一块是很敏感的 美元指数 所以华尔街现在 华尔街的报道 当然最近这几天另当边 从一两个月来 华尔街的报道就很少再提 美国股市有什么 有什么看头 就一千一万八一万九 还有多少人老是在那边 在那边去追那一些 你就想知道了 你回过来做上证 上证指数大概三千 今天又回到三千了 又要三千以上了 他三千啊 他的历史高点在六千多 你还有一倍以上的空间 可以慢慢玩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台北股市九千点都到了 你没有大户条款 这块把它废掉 或者把它占完的话 你很难做了 好那是美国国际股市的 这个金融商品的变化 我们再来看 苹果 苹果昨天又一二了 今天是休市了 如果再跌破一二就 所以Google跌到一年的低点 IBM跌破了两年三年的低点 都是权重股 其他当然都没什么内容 昨天晚上是没什么内容 但是我为什么玩苹果 比方说 如果你使用我这套工具的话 国际股市Google Rubinkum等等 跟台北股市的任何联动 都有 包括阿里巴巴都有 我会帮你做很强细的介绍 当然这个 像台湾的这个投信法人 那些老大都在跟他们讲说 你们要研究中国股市了 大家要研究中国股市 不要老是在那边 在那边这个美股 美股就一万 一万八了 还有什么好研究的 拜托 研究中国股市 所以研究中国股市 就有水资源概念 有没有看到水资源概念 军工概念等等 金沙中国 这个有没有这些 有没有 还有什么什么 这个浪潮 什么无线充电 朔贝的 你看今天的无线充电 好像又半天航情了 因为这个朔贝的 这段时间是跌了两三成的 好 你看这些上证指数 等等之类的 我们这个是中国大都股市的个股 全台湾大概只有这套工具 能够把这个是 这个东西啊 在操盘软体这一块 我讲的是操盘软体 讲的完整的 这个才叫真的操盘软体 你的是看盘工具而已 什么红买绿卖 KDRS 那个是基本工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要是一个操盘工具 好 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 那关于这个指数 麻烦这个 苏权再跟我们报告一下 好 在奇货市场部分 这个收盘呢 赶快来看一下下 奇货市场收盘的行情 台指期涨了有七点 来到九千一百八十三点 在正在差有二十四点之多 至于在电子期的部分 也收稳在这小小的红盘 小涨零点三点 三百六四点 正价差有零点九大点 再看到金融期部分 跌了是两点 来到一千零七三点 这是一个正价差 有两点之多 最后要看到摩台期 跌幅在零点二个百分点 收在三百三十八点 正价差是一点 这样的位置 这是在整个四大棋子的 一个收盘行情 那么鼎太兄 最后把握时间进步的聚焦呢 好我想 这个今天事实上没什么行情 五百多亿这个五百亿 如果变成常态的话 那就真的很不好 我想大家应该听得懂 每年变五百多亿 这个就非常不好 这个大家心里想一下 所以有机会 就跟你的立法委员讲一下 不要让他 这个存两个 都没什么才而已 跟他讲一下 这个 我刚才说过 如果资金都跑到中国大陆去 大户都跑到中国大陆去的话 你不管十亿几亿都 都科不到税 都科不到税 他又不做那他不做不会让你磕税啊 就不会让你磕税了嘛 然后呢 然后只让台北股市跟成交量 更加低迷而已 你又赚不到钱 然后交易税也少掉了 这个人说要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了 裴姐的生意说有人去做 这也很奇怪 这个就叫做公平正义 真好 来 看看一下 国际股市的结构要去了解他 那你这样的一个操作 你就会 你看我刚才跟大家讲 你从我刚才跟大家讲 3406的郁金光比喻到1304的台区亚区 我很少看错的 我很少看错 你看就在两个礼拜之间的话 你了解多少 你了解多少 好来看一下 来 来看一下 把赚钱当成习惯 习惯赚钱 你自然就赚钱了 那么我们慢慢的来跟大家做个这个观念的一个整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来 把股票来慢慢跟大家解释一下 来 这个叫做巨洋 这个叫巨洋 有没有 两个礼拜之前 低点 我们在两个多礼拜之前跟大家讲 要做传产 巨洋已经大涨上来了 大涨上来了 反正说他明年可以赚12块 年终奖金明年可以12个月 传产不是没机会 好 国统 国统 高档在做一个震荡 高档在做一个震荡 有没有 两个礼拜 他也低档涨上来长四成 不过他是在这个高档震荡 他跟郁金光 这个就是郁金光 跟郁金光最大不同 一样人家他长四成 这是郁金光 再把我们打上去 郁金光 这是郁金光 结果他这样子 回档一半 回档一半 亚拒 我说两个多礼拜之前 这两个多礼拜 我就跟你讲非电子非电子 包括我们这个跟书前在八点向前 从来就跟大家讲非电子非电子 这是这样 两个礼拜之前在这 你忍耐一下就是这样子 这个多少年 你看前面就知道多少年什么时候这个样子 有多少年 我才会跟大家讲 十年这个金融传产 这个十年某一件 现在就差一个金融 我就全部都跟大户条款有关系 这个后续大家知道 你说大户条款如果这个真的 真的这个没细唱了 这个不符合预期的话 那大家就心里看个办吧 这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叫中签 这个叫中签 两个多礼拜在这边 慢慢一天一天这样涨 这个叫中签 这个叫中签 这个叫玉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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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从一个起点涨上来的 对不对 可是两个礼拜之前他就挂了 他就挂了 当时候我在讲非电子的时候 有投资朋友在联传跟我讲说 整个股票这个小电子都创新高 为什么我看空电子 短短两个 这个两个礼拜 你看这天数就知道了 短短两个礼拜他这样子 短短两个礼拜这个是这样子的 换这样子的 而这个这个这样子 而这个这个样子 有没有 或者是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这个样子 还在创新高 今天都还创新高 这个这样子的情况 你马上就能够 都不是这十多年来 没有这样的现象 出现在最近这一个月 你感受不到那个架构吗 像这今天都差一点创新高了 这都差一点创新高了 大陆未来的十天之内 会公布环保法跟水十条 对台股是十兆的商机 你看他也是涨了四成多 他也是涨了四成多 像这中千啊 涨了五成 你看欲小不易 台北股市啊 不是他上个月 不是八千五百多年他在这里啊 可是欲金光已经调到这边来了 他还在高点 都还是十一块而已啊 也不过十一块而已啊 立鹏啊 人们说迪瓦街老主力不是 年货不是迪瓦 那个年货大街 过年要搞了不是 你看这是这样 多久没看我们这样 今天都还有特定的买盘 再做一个介入 你多久没看呢 奇怪 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想一下 你多久没有看到这些传染这样 而是谁在那边跟大家讲的 讲了两个多礼拜 客户还问我说 老师怎么不去买浴金光有的不的 这样感到 对吧 你是买来套的啊 你是要买来套的吧 是不是 像这个都是最后的 也是十几块的 最后的机会了 那我说过 如果金融股要动的话 要动这一档 今天稍微整理一下 要动这一档 这个利利利捧 利捧我们当这个 这些股票 当时候跟大家讲的时候 事实上包括签付 有没有 签付我们刚才跟大家讲 签付是这个样子 之前啊 最后关头 现在涨上去了 现在涨上去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没有比较 你看不出这个架构 当你有比较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 你花接下来更多的时间啊 很多很多观念投资者 那你就要去慢慢体会到了 如果你有 假如你现在 还有类似这种 包括三二九三的啊 这个星降啊 玉金光啊 3533的啊 这个什么 佳哲啊 如果你还有这种的 你买在这里 你怎么办 你买在这里怎么办 你买在这里怎么办 你总好做一个 趁机做个转换 这个转换啊 需要有魄力 而且你不会转换 因为你做不出动作 可是当你愿意转换的时候 当你愿意转换的时候 你已经啊 赚到大钱了 当你愿意转换的时候 你看 当你愿意转换 你看同一个点啊 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 同一个点 这边 当你愿意转换的时候 你马上赚到钱了 这就是我 我一直苦口婆心 跟大家讲的 我也是十几年啊 我十几年没在做金融传产啊 尤其传产这些 更久没做 我记得我 我最后一次做船产 是在十四五年前 那时候做 因为VDI 这个 散装啊 散装指数从八百点 涨到一万两千点的时候 我们那一年都在做航运类股 那种光景又慢慢浮现了 这个是 谈论这个结构这一块的话 基本上是我相当拿手的 没人要说 我叫你去做船产 现在一个两天之后 整个都飙上来了 可是电子股 你自己想想看 你到现在是没人赚到钱 而且还套在这里面 明天的大户条款很重要 大户条款如果成型的话呢 就是我们说的 冻结三年的话 那么掌握结构上 就更加的重要了 所以我说啊 重要关键时间点 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给自己的机会 你看看做一句 这两个多礼拜 我跟大家讲非电子啊 你想一想啊 我是不是跟你做到 事先预告 事先告 提前布局 让你都每一次都能够 掌握啊 下一档的标股 最后还是那一句啊 投资朋友 请来掌握下一档的标马股 请跟上来 大部条款 决战多空 好的 非常谢谢丁仔兄所定的台股新攻略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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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